在杯原上抹上柠檬 再沾一些鹽巴 接著以福特加为基酒 加入莱姆汁 就是一杯常见的 Vagalite调酒 但族人发挥创业 结合部落出产的 浓缩洛神原汁 不仅颜色吸睛 更具独特风味 一般的Vagalite 就是一般的清 比较清 然后带一点青色的感觉 那我们加一点 洛神的颜色 它会变得比较迷幻 变得淡红色出来 以一般Vagalite 结合冰沙陈县 族人取名叫 冰雪奇缘 希望以洛神原汁的酸甜 带出清爽口感 这是金峰湘公所举办的 洛神调影大赛 广有族人 业者透过竞赛平台 发挥技术创业 推广行销 洛神好滋味 事实上今年的 种植的面积跟数量 比过去少太多 可以将近少到三分之二 做合作的 都说库存很多 所以没有到部落来 今天没有到 因为还有扣存 金峰湘拥有洛神花 故乡美名 每年种植约30公顷 是台东最多 不过全台种植面积大增 产量过剩 导致价格下跌 引发滞销 为此 相公所除了办理 调引大赛行销洛神 也积极媒合厂商器作 洛神花农认为 原乡作物在天然环境栽种 拥有一定市场价值与定位 呼吁农政单位 因建立预警机制 避免农民一窝蜂抢中 造成价格下滑 引发滞销 而相公所也强调 会继续媒合厂商 结合部落旅游等方式 协助农民 于是新闻 这就是台东金峰 采访报道